好,那么利用今天晚上的机会,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可能问题还挺多。 问题挺多的话。 来此打佛期前曾在家住过疾病治疗,患实质性病变,腰椎肩盘三四,突出压迫印,摸外神经导致腿麻木,酸胀疼痛等。 另还有椎管狭窄等治疗效果不好,就来此将身子交给阿弥陀佛。 现在佛期第四天了,我的腿有时疼得专心,休息一下又继续去念佛,等佛期圆满后,弟子不知还要不要治疗,请开始。 好,这个你现在就在接受治疗,找到了大医王阿弥陀佛,给你开了一个六字鸿鸣的阿切头药。 所以你全身性交给阿弥陀佛,这就好了。 这个腿疼得专心的疼,这就是在进行治疗。 那就是越疼痛的地方,越是病灶的这个坚固的地方,如果通过疼痛把你的气血贯通之后,那你的疾病就能好。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咬紧牙关,越是疼痛,越要支持这句名号。 这样你全身性交托,无我的头路,那这种病就能远离。 所以这个以后是不是还要治疗,这就看你的信心。 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你就继续进行阿切头药的治疗,就一定能好。 因为这方面是有公案的。 我们这边有些腰疾突出的问题,包括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这些疑难病症,它真的就是念佛疗效,就很显著的。 下面还有下面三天,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三天的治疗,你只要恳切地去念佛,但不要偷懒,你一偷懒,一休息就睡着了。 一睡就几个小时了,这就不好了。 你还是把这个全天的,这样念佛作为一个战壕,暂时守住自己战壕不能有片刻的离开。 离开了就被敌人占据了,你就没办法了。 现在有的同修看大部分都表现得很好,但是在早餐或者中餐的那段时间就有些空荡的时间,空的时间略微长了一点。 希望大家就是用完餐,读完必须的那种卫生之后,就赶紧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念佛为好。 墨学是一位在家居士,结婚已经十年,有一个九岁的儿女儿,本人学佛已经四年了,但是觉得一太太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请回来的法宝,她从来就不看,对佛法完全不感兴趣。 前段时间还向我提出离婚,理由是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已经对我没感觉了。 说想要过单身生活,从那以后每晚都在她家母亲家睡觉,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这是清关南断家务师哦,你问我怎么办? 但我想作为一个佛弟子,要敦伦敬奋,既能是在家居士,你就要居成学道,应该要跟太太保持良好的关系。 那一般她对佛法不感兴趣,你也得理解她。 中国大陆,我们所说的一套教育,价值观本身就是佛法是很边缘化的,大部分人都不感兴趣。 所以你的太太不感兴趣,你要充分地理解她。 相互尊重,价值观不同,可以求同成义,何而不同? 不知道你的太太奉信什么价值观,大概也就是维吾主义价值观了。 存在决定意识了,经济基础决定上任建筑,一切要向前看了,无非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但是,你先不要急,你学你的佛,他奉行他的世间的价值观,先保持一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小孩哦。 那么这个家庭的稳固,作为佛弟子还是要尽量地去维护。 不能,可能是不是由你学佛呢,一下子就搞得很精进,就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子的关心就不够了。 有的人真的是不学佛,家庭还比较和睦,都一学佛,家庭就打架了。 这个,这就要从自身找找原因,所以我希望你还是,你内心的观念不一样,虽然不一样,但是对家庭的责任,你不能不承担起来。 这样,那你的太太觉得你学佛,学得更好了,对家庭的责任感更强了,她不是对你更佩服了吗? 要从自身找原因,尽量,你的妻子对你没有感觉,你就常常说我对你很有感觉。 慢慢感化。 这次参加佛期唱佛号经形虽能非常累,但听东宁佛号,觉得比以前的六字佛号好, 很洁几近,清唱哀亮,微妙和哑,每天都看到同修流泪,自己也静不住山南内下。 请问怎样才能把东宁佛号做得更好,掌握什么要领? 高亢的第三身是佛,表示见到佛的高兴,找到了家的感觉,这对吗? 这和一天年十万身佛号具体目的要求有何不同? 确实东宁佛号有它的一些特色,大部分可能感觉好,但也有少部分感觉到不是很好适应, 还是觉得快得好,因人而异。 第一层反慢哀亮,并且东宁佛号有它的一些四句结构,音乐结构的基本的结构框架, 同时它的拖音各方面又有比较大的空间,让它有一种个性化的流露。 所以佛号的唱念是具有着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一种理解在里面的。 所以我想还是遵循何不同的方式。 最近我们前几上个礼拜也在讲东宁佛号怎么把它规范起来。 规范起来发现你很严格的规范吧, 也有它的一些局限,但不规范吧,又太随意了,也妨碍共修。 那怎么在一个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又有个性发挥的空间, 我想这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把这个佛号可能会念得又符合共修, 又有个性化的特色在里面。 这两者共性不备,也许也是东宁佛号的一种特点之一。 那么念这个佛号, 打佛青年佛号跟百万佛号的这种目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指向往生, 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左劝的。 我原来到东宁市参加佛妻莲慈海会, 非常感恩这里的一期法师和工作人员提供这么殊胜的道场, 并能亲临聆听法师的开示, 是讲经和解答问题。 我是一个癌症患者, 由于学佛时间短, 未能很好精进念佛, 信愿真切, 但家中子女都不信佛, 和他们协商离家, 但他们又不同意, 又担心临终障碍, 我该怎么办? 怎样才能临终有把握往生净土? 请开示。 好, 这个, 一个人得癌症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通过得癌症, 我们知道身为苦本, 多生多结的虐张, 和今生的心理上的种种的负面的念头, 导致了我们的细胞都不正常。 所以这个疾病苦为良药, 我们一定要换一个金刚拉罗炎的身体, 永不生病, 要换上这个身体, 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可以, 在这个世间, 虽然有癌症也没有得癌症, 但总的来看, 大家的身体都是谈不上健康的, 都是一个病人。 所以透过癌症就能让我们更加的信愿, 精进, 能够信愿真切, 精进念佛, 那这个癌症就是我们往生的逆真上缘, 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不得病呢, 可能天天就想到五一六成, 天天想到干事业, 就忘记了生死一大事。 所以只要解决信愿真切的问题, 你不要考虑临终的障碍, 阿弥陀佛的大愿保证我们决定往生, 阿弥陀佛有办法解决我们临终的一切障碍, 你只要实现了一个真实的拿摩, 这个有不有把握不是我们的事情, 是阿弥陀佛那边的事情, 他觉得有把握令我们往生, 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就行了。 第一代祖师大德说念佛是深深唤醒主人工的过程, 唤醒了是怎样的境界? 祖师们还说念佛功夫成熟了是一念相应, 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念而无念,无念而念, 这时候能念的心是什么? 你还够能弹圈寿妙啊。 深深唤醒本来人, 这个本来人主人工就是我们自信的无量光兽, 但用节以来都鼓摸在我们的无名烦恼里面酣碎。 所以我们这个佛号就是无量光兽, 果地上成就的这样的一个阴身符号, 来引发我们兴趣的阴地当中的无量光兽。 就好像一个人在酣睡旁边有一个人叫他的名字, 叫他名字,叫他名字,叫他叫叫叫叫叫, 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 醒过来是什么境界? 你正在做噩梦,醒过来了就没有噩梦了嘛。 这个梦中分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到底限量境界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 念佛功夫实际上一念相应, 一念佛念念相应, 念念佛这是祖师常障说的。 什么叫相应? 就是我们能感知机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互动了, 接上了口了, 这就叫相应。 一相应, 那么阿弥陀佛的全体的光明, 愿力, 果得就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 所以当下这能念的这个念, 就是全体的弥陀的三生式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念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说阿弥陀佛的念头, 阿弥陀佛是无念的, 无念他又具足一切念, 无念才无数不念, 无心才无数不心。 阿弥陀佛无心是以众生心为心。 正因为他无心, 他就了解一切众生的心, 一切众生的念头。 在法界当中, 阿弥陀佛成就的四十八大院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就好像一个发射的一个电磁波在发射发射。 好, 那我们凡复众生的念头, 怎么跟这个巨大的磁场能够互动呢? 关键就是信愿。 如果我们没有信愿, 我们每天也在打妄想, 每天都有念头, 但那个念头都是指向五一六成的。 指向五一六成的就叫背绝合成, 就跟这个大绝的怨礼, 他就违背了, 他就不能相应了。 现在我们是, 现在巨族信愿就是背成合绝, 那么就把这根草转为一根针, 转为一块铁片, 那这个磁场对这个针产生吸射地, 但对原来那根草不产生作用。 所以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巨族信愿, 是改变了我们感通的这种体性。 这种体性一改变, 这根草变成了一根针, 马上就跟那个磁铁, 磁场产生了一种吸射的关系。 所以你只要产生了吸射的关系, 你就跟, 这就感应道交了, 跟佛的功德相合在一起了, 就是母子天人相会了。 这就从这里, 到了这种情况就叫, 一念相应念念佛, 你一念这样的信愿感通了, 就一念是佛, 你念念信愿感通了, 就念念是佛,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是谈那种真空妙游的情况。 其实自信真如, 它是清净的, 不染一层的, 是无念的, 无相的。 所以有念, 有念就乖为, 有念即错。 但是我们离不开念, 现在原来是念五一六成, 现在要转换念一个弥陀名号, 只是一个转换。 转换之后, 这个名号它念念都是, 把我们的心清净下去, 无量受嘛, 极定, 无量光照用嘛。 那能念和鼠念打成一片的时候, 就回归到自信的, 极尽的体性, 这就叫无念。 这个无念的心体正道, 它还是要再念, 你不能无念定在那个地方, 无念而念, 空里面生有, 无助里面还要生心。 那这个无念当中生起的念, 这就是要有悲心救度众生, 这种善巧方便度众生。 所以这个能念的心, 它本身是缘起法, 是没有的。 这种心念, 都是性海所显现的水泡, 当这个水泡, 有水泡的时候, 它的无念的心体还在这里, 是性还在这里, 当你的水泡回归到性海的时候, 它就是平等一向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年轻人有工作, 经济富足, 还想要做生意, 整天想发财, 请问, 先给他什么样的书和光碟为好, 父母给他讲佛法, 他不能接受。 是啊, 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 绝大多数人, 在这个时代由于科技的发展, 经济的财富的增加, 每个人都在追求物质的享受。 在他整天就想发很多的财, 在这过程当中, 可能他就迷失了他的心性, 他可能把发财当官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 不了解这些财富权利, 最终也是无偿的, 苦的, 到临命中时, 一点都带不走的。 然而为了发财当官所造的恶业, 却是如影随形。 有三是因果, 有六道轮回。 首先要让他相信这两点, 让他产生畏惧感。 只有相信了三是因果六道轮回, 至少谈修行才道德才有依据。 现在如果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轮回, 你跟他谈学佛, 修行, 词戒, 道德, 他哈哈大笑, 他认为你太迷信了, 你很傻瓜, 不如他聪明。 他是个这样, 就是这是个价值观颠倒的时代。 而且这样的人占有大多数。 这人占有大多数, 恶业就是很强哦。 所以这是一个法弱魔强的时代。 由此感召, 虽然经济发达, 物资生活复数, 但是众生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并不幸福。 内心的焦虑, 以及外部的自然灾害的平难。 那么你看前些时不是有过大篇2012吗? 这部片子, 大家可以看看。 对佛法所全息的无常会有一种感受。 它来自于古老的玛雅文明的一个预年, 到底这个预年到底怎么会, 是不是会实现。 谈到2012年是地球世纪在5000年转化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可能会出种种的问题, 2012年。 它这里这部电影就是整个的地质的灾难, 由于人类的那种人为的科技的高度的发达, 中微子的风撞击等等天体的变化。 我们先不谈它是否是真的, 但至少让我们感觉到无常的世间灾难随时到来。 它要上四搜诺亚方舟救度的人也非常有限。 如果真的是全体毁灭的局面也救不了人。 有人就问所有的哲学, 所有宗教在这个灾难面前就没有办法吗? 实际上有办法, 而唯有尽头中有办法。 你就在这样的灾难当中, 能够信任村民一生乃至一生都能够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纵然三千大天世界燃起大火这句名号也能带我们很操。 所以我们真正信任村民的人面临灾难是泰山蹦一群而不辨色。 非常从容愉快地告别灾难重重的国宅到清凉池, 胆于我们的法身会命容。 好,最后一个调词。 我是一位女居士, 结婚已经七年了, 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一个三岁的女儿, 生活很幸福。 但前几个月儿子患了白血病, 不久就去世了。 同兄们帮忙住宅时, 有人闻到异乡满事。 我也隐约听到儿子叫我妈妈, 接着就和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 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儿子爬上莲花, 有很多菩萨来接引。 我们住念了二十八小时后, 发现他身体柔软, 能扶起来坐盘腿坐, 火化后烧出很多粉红色的骨头, 还有四十三颗大小不一翠绿色的死离子。 请问这是否可以说我儿子 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呢? 我还需要做法事超度他吗? 那你这个儿子还了不起哦。 只有六岁就能有这么一个内向。 那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往生, 那怎么才能往生呢? 这你不要怀疑。 大概你作为你居士, 你的儿子从小送你的熏陶, 一般小孩的心灵很纯洁, 一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他可能就欢喜缺悦, 他在童真的赤子之心就已经有信愿了。 再加上一得病, 可能他也感觉到苦, 就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又帮他注念, 又有看到爬上莲花的这样来接引的情形, 那是肯定往生的。 这说明一切众生这种净土的善根不可思议, 这个不一定要活多长时间。 那你儿子六岁能往生, 比活到六十岁什么都根本就没闻到净土法门, 不会念阿弥陀佛, 那强得太多。 这一期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跳板, 得人生能闻净土法门, 能够六十岁就能往生, 这就是一个大善根之人, 你应该为儿子感到自豪。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好, 那么利用今天晚上的机会, 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可能问题还挺多。 好, 好。 好了, 好, ей哥, 我根本没想到您的船帄。 这样我醒过来 Fern分zia铅, 第一岸是你的船帽就能让您cen台幅, 幻而是彷律祟的很多颜色 who看得我们 era поистを JewEL尸像末的,